近日有不少媒体对接下来即将颁奖的劳伦斯体育奖进行了关注 在这次的候选人名单中 大家看到了三位中国选手的身影 并且中国跳水队还荣获了最佳体育团队这一大奖提名 有望成为该奖项的获得者 全红衬得到的提名是最佳体育新人奖 这个奖项仿佛就像是为全红衬量身定制的一样 有望获得这项大奖的全红衬 目前世界的影响力也在缓步提升 全红衬这位优秀的选手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她在最近前往了阿联酋 准备参加阿布扎比表演赛 根据媒体的报道 全红衬目前已经得到了劳伦斯体育大奖 最佳新人的提名 虽然全红衬的竞争对手都非常的优秀 但是小姑娘依旧有机会能够获得这项大奖 全红衬目前只有14岁 在这个年纪可以获得奥运冠军 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再加上她本身在奥运会决赛的表现十分完美 完全有机会去竞争这次的最佳新人奖 虽然全红衬需要面对美网冠军拉杜卡努 和梅德韦杰夫的冲击 但是国内媒体依旧对小姑娘充满了信心 因为在奥运会期间 全红衬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包括国外的各大新闻媒体 都对全红衬的表现感到震惊 并且还有不少名流都转发了全红衬的跳水视频 他们表示小姑娘的实力十分出色 需要得到肯定 如今全红衬凭借着自己满分完美的跳水表现 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关注 如果可以在接下来的阿布扎比表演赛中 发挥出色的话 全红衬获奖的概率将会大大提升 根据媒体的报道 全红衬目前已经准备得非常完善 他将会在之后的比赛里拼尽全力去获得好成绩 而最佳新人奖这个大奖 就像是为全红衬量身定制的一样 因为在今年之前 这位选手从来没有出现在国际比赛中 并且也不为别人熟知 但是在奥运会的跳水比赛中 却吸引了全球观众的注意 理应得到这次的新人奖项 总之期待全红衬能够获得这项大奖 也期待他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